我想今天的這個我們在討論維安的一個重點 絕對不是在說所謂的維安的人數多或維安人數少 是整個勤務的一個規劃跟事前的一個準備的一個工作 那台中那場很顯然是因為跟馬英九是同場 律師傑的場合他們也邀請蔡英偉邀請這個馬總統 所以這個維安的規格是總統的規格 所有人要進去一定是要通過安檢然後身份的查核等等 這個程序才能夠入座 才能夠到裡面 包括記者都要用身份證跟記者證 兩張證才能夠換一張採訪通行證這樣進進出出 所以這個維安是相當嚴格的一種檢查 那為什麼這個婦人能夠進去 而且竟然能夠再衝上台上去 這個恐怕是在整個總統的維安的這個部分 倒不是跟候選人跟蔡英偉邀比較沒有關係 是總統維安出了一個問題 這個福家債 當然創意也很重要 但是這個人是說總統本人 有人上去對總統本人 你覺得總統會做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是總統的維安就出了問題 那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這個像我過去在總統府服務 總統下鄉這個一定是有情資啊 哪邊會有存錢抗議哪邊會有誰會來 這個大概是一天兩天前就知道 那最晚也到現場的時候 就應該很清楚說到底是誰會來 所以在這個情資的這個部分很顯然的 假如說有這個總統府 假如有這個情資 那沒有告訴蔡英文主席 那我覺得這個恐怕是涉及到行政中立的問題 你最初也要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有一個準備現場的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在未來總統大選裡面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是相當重要的 應該是在候選的安全 總統如果要拿那麼多我沒意見 來繼續說整個這個維安的怎麼樣 來保護候選人 這個是恐怕這個是要好好的來檢討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 吳行政院長今天去參加潑水節叫人賣潑水 你有什麼看法嗎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人所謂入境水屬 潑水節這個 我們這個泰國潑水節 人家在過年一樣 你去那邊入境水屬 你不如不願意去 就是要選舉 為了選舉去走這招 後來還在那裡扭扭捏捏 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但是這是維安的考慮呢 可不可以 這個跟維安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潑水節去就是要 準備要當落湯雞的嘛 對不對 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你泰國潑水節 你去潑水節不潑水 那這個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我真的也是一頭霧水 到底無悔心裡在想什麼 看你一頭霧水了就對了 蘭倫瑞你的看法 這個就是說 你會說